因為講風涼話奇怪 這個女孩子是她們 沒有辦法享受的 對 我覺得男人講風涼話是 全世界這個 最快樂的事情之一啦 那今天要請教四位 最快樂 女孩子風涼是在心裡 其實女孩子也會吧 女孩子最賤 女孩子比較 女生會比較少 女孩子虛偽 對 噁心 你失戀 你好可憐啊 沒關係 姐妹 這裡是風涼話啊 沒有 沒有 我們講這次叫虛偽 誰幹嘛這樣講啊 你就是賤 我跟妳講 賤命 沒有吧 你怎麼會這樣 有 有 那那是我會因為你這句話 我去 我如果這樣尋短了呢 那你就尋命了 不是 如果你這樣尋短 如果你這樣尋短 你要掛掉喔 你如果沒掛 我們還會繼續吐 沒錯 我該 死又死不了 假死 身背心不夠堅強 誰就會講謊話 我朋友的啊 我朋友其實 你也是算是會講的 你是最會講 他是第一名的會講 所有事情跟他講 我們現在連狗都快掛了 我很難過 打架給他掛 他走了就走了 什麼 怎麼會這樣講 我會講 走了是不是 好 不要難過 不要哭嘛 再養一隻 再養一隻嘛 有沒有小 再養一隻 對 就這樣 狗也就算了 平常跟老婆有點口角什麼的 他就 離了嘛 對 對 這要怎麼會這麼樣子啊 不是 就這樣 他也有個女朋友 兩個很好 有人玩 走 我們出去玩嘛 不是 我今天玩了 走了嘛 是不是兄弟看這一次了嘛 我跟你講 這個女人如果說 他不讓你一天出來 他就不愛你 我們走 結果當天晚上被打二十幾個八十 其實還講真的話 他算是最會講的 沒有 沒有 他 彭哥還講 彭哥的每個動作 每個眼神 就是瘋涼話 那你 那你就是 你是根深蒂固的 你覺得那個人看起來就風涼 他舉個例來說 舉個例來說 他的太陽鏡一插 看你 知道吧 那個眼神 有一次我出車禍騎重機 你知道吧 轉個彎 拐下去 整個手脫臼 脫臼還來錄影 報紙有燈喔 彭哥一看到我 脫臼啊 一人久好 你弄過我沒有啊 你就是要怎麼壓 你怎麼要怎麼壓 我壓你個屁了吧 你應該告訴我怎麼去哪邊 修車子 你怎麼會壓 你炎九百 你炎十九就可以啦 炎九百 我的媽媽是脫臼的 斯福哥 好啦... 不然呢 怎麼會這樣 那根本是不好 還弄車子 洪哥是客槍嘛 本來就是啊 你怎麼會這樣講是不是 對... 我覺得我的朋友當中 最愛講風涼話的 還是他 有嗎 有 有一次我們在錄一個節目 然後那個節目剛好 常常錄到很晚 然後 那天有我 還有你 對... 然後錄到很晚 然後又延遲 十二點多才開錄 我們已經十點就到了 精疲力 然後在那邊講了 講半九末 然後就說 這個節目常常延遲啊 好晚啊 沒辦法 然後他老兄就開始這樣 我跟你說啊 我根本 我根本不靠這個東西吃飯的 我不靠這個東西吃飯 我跟你講 我沒有經紀人 我不需要經紀人嘛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 拜託我來上節目 我根本不靠這個東西吃飯 沒有啊 我跟你講那些什麼大哥 那些什麼大哥 在我面前 狗屁 沒有 狗屁 沒有 我告訴你 大哥 對不起 有 他重點講了一句 他重點講一句 我跟你講 那是什麼哥 不要騙人 康哥在我面前 我扭得不扭他 什麼成績 沒有 那是 對 對 對 我在現場 我那天我們在 是不是繼續主持 沒有錯 就是他講 不能聽他加速 他剛剛在講 跟我們在 私底下在講說 彭哥 教他怎麼壓車的時候 他說彭哥就壓車 然後壓壓壓 壓 所以我就說 剛才在門櫃 你沒有聽到嗎 對不對 然後他在 彭哥在這邊休息 他會不會聽到 怎麼樣 那是 聽到 我說那個門是關不住聲音的 他就錄剩五分鐘給我 對啊 你們盡量講 五分鐘 情緒有點高 沒關係 你盡量 一句 真的啊 他就講 反正我沒有在怕彭哥聽 彭哥打那個高爾夫 打什麼東西 他把他拉起來了 他以為自己都會打 你不整齊了 沒有這問題 這很像你的口吻喔 你是不是要出來幹嘛的 你出來開心的哈囉 看別人開超跑 我就在車上罵 你 對啊 我去車內不爽啊 看別人開超跑啊 是 那人家是 對啊 一定什麼啊對不對 他這麼高 站起來 這不就是身體的問題 這樣子 竟然在腦下垂底 發育不了 那個 名表 對啊 就是我會講 大概就這樣子 就羨慕人家嘛 可是他講人家風良話 他還有錢賺 對不對 到人家家去批評一頓 對不對 他到我家去看風水 也是講得一無是處 他現在辦公室 表格是風良堂耶 風良堂 對 賣青草茶 你看 莫迪 我比較少耶 我幾乎沒有 因為我很少講人家這些 有的沒的 通常都是被講比較多 你被誰講 對 你們啊 聽你 就你們就 你不是說你老婆也講你 我老婆講我是 他不是講 他一直在吐 他從以前就習慣 我老婆去你知道 他那種穴位比較高 他總覺得我們的 嫁給你就一直吐 對 他覺得我不是 今天都不吉他 他就會想 沒事就吐你一下 那你 有的時候是不是說 我們今天去吃個地黃蟹 或什麼之類 那學生有送了一個 從日本過來 還活的地黃蟹 那我去找幾個女生 好好的一起來家裡面 吃吃地黃蟹 他就開始在那邊 地黃蟹有什麼好吃 就隨便 什麼夜市場都可以買得到嘛 那為什麼一定要吃這個地黃蟹 他就不時就會吐你一下 不時就會講你一下 那你已經把朋友 都請到家裡面來了 他還會這樣講 更誇張的是 我比較不太喜歡你就是 我們有時候去看電影 好像男生去看的電影 譬如說沈玉琳他們都在 那那天看完電影之後呢 他就跟沈玉琳 他被... 聊聊很久 我跟雅雅就比較不太講 這些事情 我想說電影已經看完了嘛 劇情大概都遲到了嘛 他就講 他就不講話了 然後那個誰 然後沈玉琳就說 潘老師你怎麼不提點意見 我說這怎麼好講 看完就看完就好了嘛 然後你知道我老婆說什麼 我老婆說 他草包 不用提啦 草包 你不要... 你不要... 直接各樣 對 我覺得喔 請問一下 你說 草包 請問看侏羅紀公園 我要提什麼 要提恐龍像不像啊 他說他不瞭解那個內容 他為什麼當時這樣咬死他 他為什麼不是上個鏡頭的 對啊 他怎麼樣 他也還的啊 對 他就兩... 他們就也... 最後出來那個龍好厲害 你還一口吧 吃掉過 我在想說 我們以前每天話已經夠多了 然後去看個電影 就放鬆一下 放鬆看完就算了 他們兩個就... 我跟你講 那個狗不應該這樣吃啊 他們應該先跳到那邊去 我就聽他們兩個一站巴拉巴拉 然後我就不想參與 他就說 你那草包有什麼好參與的 這什麼東西啊 可是... 可是你是職業軍人 我職業軍人 你講當兵是你老婆也會吐 你看 有時候我們在節目上會講說 我們就講什麼當兵什麼 他說 你講你以前幹嘛 現在當兵一個禮拜就搞定了 你還講那麼多幹嘛 現在舒服得很 你當兵沒有像以前那個樣子 你老婆的朋友都是身體不舒服的 不是 一個禮拜就搞定是不是 現在什麼當兵不是 什麼一個禮拜的兵 或是不然就是自願意 不是那麼多吧 週休二日啊 至少多一年或十個月 一顆禮拜的兵 尤其是你跟他說 我們是火房以前 我們吃了些什麼樣的東西 我們以前多苦的時候 他就覺得你不屌就對了 對 他就... 你明明就當兵是你... 那你會教訓他啊 你不了解 結婚前他會這樣嗎 會 拿棒子打他啊 結婚前就會這樣 這就是你教我的啊 對 這樣才會被嚇藥啊 然後他就說 我告訴你 他每次都有人這樣 結婚前會這樣 你幹嘛娶她呢 我跟你講 還以為結婚會變 當然是不會變 可是我每次吵架著 我就說 我跟你講 你要是康哥還找一扁你 他說 你就是愛聽康哥的 我剛好開了好不打哪去 他就跟你講 你什麼 我跟他們講 他們有節目跟一個人 你們不必然都是一個鼻孔出氣 他就跟你講 你叫潘濤 你才是